嗨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周三美股富豪 今天呢是我和Jason来跟大家做这档节目 那么昨天呢 刚刚从这个海边过来 Jason呢跟我说 为什么去墨西哥啊 好不好玩啊 因为我女儿啊 在去之前呢还吵着要取消票 她说那边有那种抛尸啊 把人抓进去抛了 还有飓风 问我安不安全 那我给她的回答就是很安全 别怕 回来的时候问她安不安全 她很安全 非常非常happy 印象最深呢 就是周一晚上呢 我们去看那个三个小古时 因为这个 Las叫Las Gables 她是我们洛杉矶朝南过San Diego 再过Tijuana 就到那边 一直在最南端 也就是太平洋的最南端 怎么说呢 她的名字也叫San Jose 是圣河西 其实加州啊 她是如果说从墨西哥开始算呢 往上算呢 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其实加州 她比日本还要大 那如当时的加州呢 就是从墨西哥人手上买过来 有人说是一万块 一块钱 有的人是 说是一百万 你怎么说 当时是美国人 美国人好像硬是要墨西哥人 让出来了 是吧 对 当时好像是历史那么一个阶段吧 好像硬是让墨西哥人让出来 墨西哥的这个族裔也没有办法 最后这个在强权下 可能就把这一块就让给美国了 但是呢 现在反观过来呢 我觉得对于墨西哥来说 尤其是对于墨西哥的族裔来说 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因为墨西哥的经济啊 方方面面可能并不是太好 很多墨西哥的朋友呢 想做美国梦啊 发这个这个什么 他们大陆都接壤了嘛 为什么说 川普好像说要建一个墙 不许他们过是怎么怎么回事啊 但是呢 我想当时割让土地这个 当时可能是万人责骂啊 但是现在呢 对于很多墨西哥族裔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从陆地上就走到美国了 然后 对 对其实墨西哥那边美国话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去了那个那个海边啊 嗯 有点让我想起了美国加州的 Laguna Niguel那个那个区域 有Office Depot 有McDonald 有Starbucks 有啊 有很多很多美式的东西啊 Carlos Junior啊 那么第二我就跟大家讲呢 就是他们那条船啊 就是看有三个石头做的洞 他们的这个船的服务啊 特别做的好 他有不同的VIP客户 有一层楼是吃正餐的 二层楼是吃buffet的 三层楼上面有这个表演啊 有这个乐队啊 大家上去跳舞 我还觉得两个多小时的坐船呢 非常开心 我也在这个中国的桂林也坐过 和他们比呢 我们国家差了很多 差很多 没什么娱乐 就坐在那里 大家就吃一下啊 介绍一下啊 我觉得那些桂林的游船的这个老板呢 应该真的好好到墨西哥去观察一下 首先99%的客户呢 就是99%的游客呢 是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 所以基本上是美国人喜欢去玩 第二呢 他们有一套一个非常好的服务 就是200多块钱 一晚上的酒店呢 可以全包了 有七个餐厅 随便你吃 你从早吃到晚 有墨西哥餐 意大利餐 有法国餐 有自助餐 有日本餐 可以轮着吃吗 随便吃 你按你的肚子有多大 每个三天都可以吃一次 对 晚上我们还去游玩 我们还去吃法国餐 当然这个餐的味道 不能吃 不是什么米其林啊 这种 但是 我觉得对美国老百姓呢 他非常具有竞争力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在美国的酒店 有七家餐厅 还给你随便吃 那不吃穷了吗 没有一家干这活 都是什么 玛丽啊 Hilton这些都是 非常高大上的 但是墨西哥 自从推出这个 All inclusive 就是全包的 我觉得非常不错 我建议Jason呢 有空呢 我再到那边呢 我就自己 打开那个谷歌地图啊 一查 从我们 这个Montro Park Garfield 开到那边 你猜猜多久 开车 哎呀 开到墨西哥啊 直接往下 就是 这是 这是洛杉矶 San Diego 直接往下 往南走 开到San Diego 好像就得 三个小时左右吧 San Diego 一个半小时 过了 到Divana 两个小时 总共是23个小时 如果不停的 不休息的话 对对对 所以我原来 来美国很久了 也对墨西哥 有一种敬畏 就是说 哎呀 好像在那边 会不会土匪横列啊 会不会犯大麻啊 对 会不会被抢啊 其实呢 这种顾虑呢 是没有的啊 我觉得墨西哥人 非常单纯啊 那么 我也建议大家去 一个是 Kancon 一个是 这个Las Gables 也是说 和我们洛杉矶 LOS 一式开头的 我们这边 全部是西班牙话 什么San Gabriel 但这个是 可能新的 什么Lahuya 在那边也有Lahuya 其实都是西班牙话 所以我也有冲动 想学西班牙话的意思 在那边很难沟通啊 那墨西哥司机开着车 全跟我讲西班牙话 我听不懂 我也不跟他说 不过anyway 我觉得也很少 有中国人去 我觉得觉得 其实我们看惯了 美国的风景呢 有点有点审美疲劳 我觉得可以去 另外国内的朋友呢 我说那么多国内的朋友 为什么他们不顺便 也到墨西哥游一下 那边的风景 是非常非常美的 自然的 我也甚至想 以后 咱们公司赚钱了 请大家一起去 坐飞机两个小时 就是上海到北京的距离 也不远 第二呢 又包吃 又省下了我的烦恼 第三 可以打高尔夫球 可以和这个擎鱼玩 可以钓鱼 晚上呢 也有泡疤 也有各种 这话题 这话题可以多说一话 anyway 今天呢 有几个话题 刚才杰森老师呢 已经把go的打出来 从这个分时图 五分钟图呢 今天在8点50分呢 有15亿资金呢 砸这个黄金 但是我看这个分时图啊 大家来看 你录屏了吗 录着了 这个是明显的头肩顶 所以往下直接打下去 所以破位到1328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市场上担心野人主席啊 将可能在周五呢 说哎呀 我们要加息了 但是我认为1328和1307 将是买黄金的最好的机会 有很多朋友呢 也做了这个NUGT 我不知道 前两天 杰森老师在我周五的时候批评我 说你这个 以后啊 你叫看课 你就叫我来 我一个人把话全说光了 你都不让我说 其实呢 我让杰森老师来说一下 最近两天 他做的THLD也非常漂亮 来 怎么把这个图放得更大一点 我觉得NUGT啊 是一个买的点位 因为 双顶破位110 170啊 这个点位的话 我当时预计在这个位置 就是这是一个小双顶 破位可能到110 今天还破的更多 但是呢 杰森老师这个呢 没有一个200天线图 200线图 那如果说这里画一根趋势线啊 这是200天线 如果我们画这个趋势线的话 可以说 哎 他刚刚到这个支撑 对不对 是 然后如果说我们 再点一下啊 嗯 然后再画一根啊 如果说我们把这一根图 夹上去的话啊 那我认为呢 可能还是会冲向191 但是大家请注意 收珠宝的朋友呢 就知道最近啊 这个NUGT啊 它的波动性减少了 呃 所以它的上面的170 100%再也买不到 很好的价位 就是出租不到 有的时候两毛钱 卖价 卖价三块钱 也就是说你卖出只有两毛钱 那怎么搞啊 我们平常都可以收个两块钱 所以我今天呢 准备呃 近了一点啊 不知道杰森老师 你是怎么看 因为我是看200天线的 我觉得呃 黄金矿 现在还是维持在这个黄金 呃 这个价格和这个黄金的价格呢 是完全同步的 那么第二呢 大家到底希望野伦主席讲什么呢 我觉得野伦主席 现在Fed Fund Rates的加息的比率只有 29个percent 不到50啊 所以我认为黄金呢 将会重拾啊 升浪啊 因为中国的利率呢 在隔夜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跳水啊 这说明呢 呃 中国的这个债券价格跳水 债券利率上升 说明中国的融资成本在上升 嗯 呃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包括人民币也大幅贬值400个点 当然也没有是说创新 创新低啊 但是一定程度上呢 我觉得 呃 NUGT啊 我大胆的预测 在这个点是越跌越满啊 是 呃 我有担心就是说 周五会不会美联储啊 来说一句话啊 说这个 我们要加息了 那黄金要跳水 我觉得在这个面前呢 大家应该是有一个机会 我认为黄金的这个声势的调整 已经基本上一次砸50个亿 一次砸15个亿 已经基本上把黄金的抛售的卖压 全给啊消化了 所以我觉得后续黄金也会继续有反弹的机会 当然一切仅供参考啊 没有保保证的这一说 但是此事不搏 更待何时 你不进场 什么时候 下次是什么机会呢 啊 大家注意 在前面的时候呢 有很多朋友跟我争论 哎呀 老王 你别做其他股票了 就做NUGT 我说你做什么呀 那150 160你做什么呀 你要做day trade啊 你要注意啊 图形啊 我说这个瑞士银行的分析师说 双顶已经开始出现了 如果说这个双顶真的是破位的话 那这个黄金可要垫残了 对 170 114 那可能40 50块钱啊 跌到这 那黄金就完结了 那美国的经济 中国的经济都腾飞了 但你看今天中国的几只股票也不好 像那个P2P要求 呃就是提高投资额度 是好像是最少一个人要投资什么 100万 最低 最多就投资100万 机构 企业500万 呃对这个P2P进行管制了 是的 同时呢 中国正在进行一个去杠杆 啊 把一些这个泡沫开始提高这个利率 来挤压这个贷款的成本 就提高这个贷款的成本 嗯 啊 这是一个好现象 是说短期利空 长期利好 但是呢 呃在一定程度上 我感觉中国的经济情况不是特别的妙 是 这个问题我闻中国人 大家心知肚明啊 是 我依然保持 我觉得中国的经济 未来的几年都会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并不是说要崩盘 有钱的人还有钱 大家建议啊 不要整天去美国玩 美国玩的地方就是什么 洛杉矶啊 纽约啊 旧金山啊 这个其实对我们本地的人来讲 都不具备太多的吸引力了 是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 呃其他的地方 所以啊 中国老百姓也越来越有钱 不知道杰森老师看了这个 我结合你的GSS 嗯 进行点评 我知道你 最近波浪理论 今天也督促你进行 大师级 有一位 嗯 杰森一直贬你 但是我觉得你是老大 他说哎呀 大家要注意啊 Judy这个人啊 绝对不可小事 我刚才已经读过了 嗯 啊 我说老大 THLD可就是 可是这个杰森老师啊 有位有位高手 他推荐了这个股票 他昨天叫我卖 卖掉啊 嗯 啊 这两天你看 THLD 他杰森老师在买的时候 我看 我我发现你有一个操作特点 你喜欢做一个横盘 很长时间的 是 突然拉起来 是 然后你买这个回调 不断的加仓 是 你现在出场了吗 没有没有 还没出场 没有 我觉得你恋战 有一句话 今天有个哥们跟我说啊 嗯 也就作为我们今天的标题 叫做相爱容易 相守难 是 爱上一个人非常容易 但是要守一辈子 或者守个一年两年 非常难 我弄到股票当中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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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应该说 这句话也是对 我觉得你是 相爱很慢 但相守很长 嗯 我得 我得根据不同的标题目了 哈哈 说吧 说 我不想让你做我的陪客 老子太霸道了 亲身好 上次出去 你叫我来做排客的 一直让我说 这个先说那个黄金吧 黄金的话呢 我对于这个加息啊 对于黄金的金价的影响啊 我觉得短期是有 短期是有 每次他说加息 黄金就会借助这个信息啊 进行一个洗盘的动作 每次都是这样啊 但是呢 对于黄金的上涨 我是有不同的态度 就是说经济没有增长点 全球的经济没有增长点 哪个国家 哪个地区 说的哦 我的经济 最近的GDP啊 这两年的发展都非常好 没有 所有的国家都在印钱 都在印钱 没有别的动作 然后刺激经济 可是呢 什么财政政策 利率政策 货币政策 全都用上了啊 这个十八万五亿 全都用上了 经济还是这样 不死不活还是这样 所以说呢 当没有一个经济增长点 而且呢 各国的货币又趋向于零利率 甚至于像日本 好像又要负利率更负啊 这种大背景下 我觉得黄金呢 一种保持增值的一种 这个姿态是不会改变的 这是我觉得对黄金的看法 那么基于这种看法的话呢 我们看那个黄金的图啊 可能就会比较明显啊 只有低啊 或者说 这个我们看这个黄金图呢 就比较明显啊 今天虽然是调整的幅度比较大 但是呢 从这个图 今天我们在VIP当中呢 也在说 从这个图上中 最基础的一个强力支撑的 一个区间呢 就在这一带 也就是说呢 如果盘中 明天或者后天盘中向下跳开 把这一天的低点哈 一 好像是13 1312左右 1312左右 如果瞬间的跌破 在这个价格区间 我觉得黄金类的资产 黄金类的产品 都是值得值得关注 都是值得关注 这个最好是把这个位置 小小的破一下 然后形成恐慌 另外一个呢 温老师今天说的这个15亿杂盘哈 前两天呢 是一个50亿杂盘 是 51 1350左右 几乎是高位 这个算的点位非常准确 而且影响了这个市场 包括索罗斯在内呢 最近也出掉了 他最喜欢的黄金股 一次黄金股 他双倍看跌美国股市 但是呢 黄金股他也抛了 所以一定程度上 还无法 就是说大家对黄金的 这种资产的抛送呢 逐渐的成为一种共识 似乎呢 美国经济就会转头向上 那么今天纳斯达克 其实跌幅也蛮大的 主要是IBB今天跌了3% 生物科技股 包括美国的立法人 包括希拉里 都对这个生物科技股的 这个乱升价 乱涨价这个问题 提出了这个批评 所以这个IBB呢 今天也走的比较的弱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根图形呢 就是今天这个批代表什么 代表cell吗 还是什么 不是 他中间可能是有一个图形吧 有一个图形好像是说 这个图形复合 K线组合 然后给一个提示 但是这个意义不太大 对 今天的这个IBB量也起来了 然后大阴线 短期呢 可能我觉得除非生物科技股 有绝对的利好 因为你如果说从涨价这个角度 限制你涨价 那无疑甚至可能要考虑立法来 这个因为立法的官员 对这个MYL这家生物制药公司 提出了批评 就是说你涨价造成这个 我们这个价格次序出现混乱 那也可能立法的人员呢 将会今后对这个药物呢 进行一个规定 那么这个涨价的限制被限制的话 生物科技股的这个盈利呢 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是 反正我也是觉得 因为VIP朋友问这个LABU啊 LABD 我说这个问题请杰老师回答 因为这个行业 杰老师肯定是LABU的一个中层的一个粉丝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LABD的话 就是看跌黄金 从这个图形上有点像个小双底 今天的为什么量那么大 800多万的成交量 而且最高今年是达到了105块钱 这也是我今年年初推荐的一次股票 从30块钱涨到100块钱 那么现在已经跌到23 我觉得双底出来以后呢 有机会明天可以关注LABD 对不起杰老师 继续跟你作对 所以我们呢就是有的时候呢 我觉得相爱容易 相守难 相守难 但是相爱可以来多次 事隔多年又想起了他 人家说初恋的 初恋的人最难忘记 初恋总是最美好的 Lindsay笑的怎么样 你来谈谈你的初恋感吗 面对着美女 你是让美女谈这个事 行那我闭嘴 这个LABU 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LABD的通道 也是蛮非常有趣的 这个你看下跌的通道 如果一破的话 它的上涨的空间还是蛮大的 所以我们明天可以继续 底部的通道基本上是这种 说两三角形 对我来最后 我来再说一下 Jason老师喜欢的DWTI 是怎么跑了是吧 今天跑了今天跑 因为我看原油的话 有点看不懂 我只是觉得原油到47 8块钱肯定要调整 所以呢我在47块多的时候 开仓了DWTI 但是我看他今天的调整 弧度非常有限 尤其是原油 我们怎么把这个图形看上去 真的有点 有点蛮漂亮的 77到125块好像不是梦啊 但是原油的话 我觉得这次上涨 可能还要 还是要触碰50 甚至于50块钱上方 从波浪理论的角度上来说 这个我觉得还是 那我们打开这个原油 我觉得这个图蛮bullish的 通常J老师讲的好 买股票要看面相 我们这个面相就会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DWTI呢 值得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是原油的 daily chart 对 这是原油的这个日线图 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在老师 在准备不同的课程 像Jason老师为了显示 他的学术 为了显示我不是学中文的 我们有位北京大哥Jack 他是天津人 我听说北京和天津踢足球 就是同层得比 因为天津其实就是属于北京的郊区 但是天津哥们就说 以后中央领导全搬到天津来办公 搬到河北来办公 我们把北京给空了 他们房价涨得太火爆了 是吧 但是每次津津大战 总是吵架 世界世界杯都踢的好看 因为大家都很拼命踹脚 把你踢脚给踢残了 然后什么国骂呀 什么很多事 但是首先声明呢 我跟Jack大哥说一句 我不是秋名 他主要昨天反映你 那个GSS害他 不潜 但是我害了Jack大师 也害了很多 UVXY就是他坑爹 所以他不敢骂我 他对我还是蛮有尊敬 王大师 但是背后 这个王 王胖子 这个咱们一起努力吧 一起努力 昨天前天 我的节目当中也说了 这个也非常感谢 支持我的这些朋友 另外呢 更要感谢的是这些 给我提意见的朋友 来我们看一下 就是老师们当中的 没有一位老师呢 讲Jason的任务 就是讲大家 最听不懂的 你可以继续忽悠 忽悠的他听不懂 因为有些朋友 就一开始跟老王学 Candle stick K线最基本的 价格形态 这是我呢 赚藏的 然后J老师会推出 布林线 Brian我不知道他什么 然后Jason会 波浪理论 以后来个江恩理论 这个是都非常高深的 那么我觉得大家呢 就注意前两天啊 在Jason老师 嗷嗷叫的那一天呢 我跟他说 哎 好奇怪哦 这个十字心 但我们通常在我们的 这个K线理论里来讲 这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为什么变盘 它的这个波动的幅度 收窄了 是 然后不像前天那一根 没有没有力度 就是那一根 啪一下子拉起来 这也是没有力度了 没有力度 而且他也是在这个密集的交易区 显得这里 密集的这个主力区 然后第二天大跌 然后昨天反弹 今天居然把这个昨天的低位给弄了 那我们不排除来到39 那么原来在42附近呢 它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买点 所以我觉得明天呢 大家可以关注DWTI NUGT LABD 当然这些都是和J老师 做反的 那我想看一下周线 这个非常有趣 USO有一些 周线来看 在这个大底以后下跌 走了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这个油价 从周线来讲 是一个头肩底 你不看到吗 头肩底 非常明显 对 如果说再往上走 破了这个62的话 那这个幅度就是 就是差不多50的话 那这个幅度可能到80啊 都有可能 60到80 这个压力区间 这个头肩底非常漂亮 非常Bullish 而且这两周的上涨啊 可以说 力度 从日线上来看 力度非常强 力度非常强 一打到39 一路高歌就上到48 所以我想 今天调整之后 可能还会有一个小五浪 触碰50 然后再调整 所以今天跑了 今天DWT要跑了 跑了以后 UWT又开了 又开了一个UWT 我就觉得日线上 最明显的就是这个 整个的这个上涨啊 这颗线可能是在 小级别里面 可是可能是第二浪 呃 这个这两颗线呢 就变成了一个 ABC的一个四浪 呃 然后在46块钱附近 可能今天我看 下跌就没有力度 而且尾盘 呃 尾盘的话 今天我们看尾盘标普 也有一个三五个点的向上的拉升 呃 而且是很多的油股在动 很多的油股在动 嗯 下面说一下 呃 有杰森老师点评一下 THLD GSS 和VUZI OK 哈哈哈哈 THLD为什么不走 呃 THLD的话呢 我曾经有百分之 而且它是生化股 是 我曾经有百分之二十的获利吧 啊 获利 当时呢 我们在分时图当中 分时图 五分钟的分时图当中 我大差不多在这边 一路9毛5 8毛5 7毛6买 转天是9毛2 8毛7买 然后再隔一天的话 就冲到了1块1 这什么呢 1块1不出 对冲到1块1 没有 没出局 没出局的话 在它回落过程当中的话 我在大概是9毛钱附近 继续加仓 继续加仓 因为这只股票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这只股票 从日线上看 它的金主 把它给遗弃了 制药厂把它遗弃了 所以它从3块钱 直接就跳了7毛 跳了7毛以后 我们把它放大以后 就发现 跳了7毛以后 有资金 在底部在活动 不断的活动 活动之后 在8月17号 把这个向下跳风的 最高的位置 就直接拿下了 拿下以后呢 幅度并不大 从6毛钱左右 打到不到1块2 涨了一倍 一天 然后顺势就回调 我就在想 这个阻力呢 介入啊 介入的还是比较深 而且呢 面对着这个 没有任何压力 3块钱 咱别说3块 我就说2块5毛钱以下 没有任何压力 只有这个获利盘 获利盘的压力 抛压基本上没有 所以呢 作为一个介入 比较深的资金 我想呢 不会到这个位置上 就停止炒作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位置上 我要是持续地介入 持续地介入 找到好价位也介入 别人骂了 就是我一直一直在介入 都介入好多好多股票了 然后我觉得你是容易相爱 容易相守也容易 一直死死地抱着 前两年这个谁 VUJI吧 VUJI的话 我们基本上已经拿了 今天算起来的话 拿了将近快一个月 将近快一个月 我们基本上是8月1号左右 开始介入 这根K线是daily的 一日线 今天的 但是你看今天怎么又拉出一根射击心出来 今天的图形啊 我们那个朱迪老师 做了一笔交易 当时我在旁边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在这个位置上 放量向上 向上有动作 然后呢 这个直接回调 回调之后呢 骑1块3毛8 当时呢 他是7块4抢到 7块4抢到 然后7块8毛5 哇 太美了 7块8毛5 所以朱迪真的是不可小看 其实力雄厚也 是是是 然后做了一个day trade 6%啊 6% 我觉得这种股票的话呢 看他的分时图走势 这个主力资金的操作的手法 比较的神经质 比较神经质 但是大方向一点没问题 大方向的话呢 基本上跌到7块1毛钱 基本上就不再往下走 那后续的话呢 现在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呢 再做出一个 另外一半的圆弧 另外一半的圆弧 大概的形式 咱们瞎猜啊 我们姑且瞎说啊 您姑且瞎听 大概是这么一种形式 在这个区间 做这么一种形式的上涨 然后在9块钱的下方 再进行震荡 然后再向上的这个拉升吧 好的 下面我谈一下我的几只股票 STEM STEM STEM的话 今天收在1块6毛2 继续到高位盘子 2块1毛2 就是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 收的 分时线吗 这是一路从高位 因为他 因为他这个 我觉得有点小双底的一个味道 大概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我觉得 今天我还加唱了TVIX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个 继续 继续 看涨的一个机会 那么最 大家最关心的 就想通过我呢 给 Jason老师 黄金现在也不好 GSS 什么地看火 好像跌到7毛2 7毛1 盘整了很久 是 来 你说一下 就是 其实当天啊 这一天啊 有一个很多高位的信号 射击心 吊人 射击心 对 连续三天都是这种高位 对 一个抛速的现象 当时我们看 如果说没有蒸发的概念 在里面的话呢 我们当时是想看一块五毛钱 看这个前期这个小平台的压力 触碰一块五毛钱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会出局了 但是呢 他公布了这个业绩以后 直接弄了一个增发 然后持续的在这个周线级别 就在这个地方盘整 盘整还是那句话 这只股票的话呢 增发8000 增发这个股份 好像是4000万是2000万 我们大家可能是觉得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但是呢 我的人容易比较辩证的看 还是那句话 我的成本7毛9 他呢 中间啊 这个触碰到了8毛3 触碰到了8毛1分7 我都没有出局 我都没有出局 为什么没有出局呢 我是跟大家说呢 如果大家看好黄金 看好世界经济不好 那么GSS就是黄金股的一个价值的挖地 为什么到今天那个什么 AVX也在跌 这个NUDT也在跌 但是呢 GSS的话呢 跌幅并不是很大 还维持在这个平台内部 所以呢 我跟大家说呢 GSS如果这两天到三天顶住了黄金的暴力调整 如果顶住了暴力调整 那么他如果再向上有动作的话 那么GSS的机会就来了 前两天有朋友说 GSS能不能开仓 能不能加仓 我说不行 我说不买 不动 不看 但是如果黄金这两天这么暴力的调整 他如果还能维持住这个形态 黄金一旦有动作 那么GSS可能会 最起码要把盘中的8.2 8.3要拿下 后续的能不能持续的向上走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至少他顶住了这一波 这么大级别的一个调整 好的 那么 节目到最后呢 我还有两只股票 刚才我讲的说 我是在做空的 一个是SAEX 可能大家都已经忘了 这个股票最高到过70 但是现在处于横盘 今天也是继续跌到12块 达到我的成本价 所以说我是相按容易 相守也容易 我还在继续持有SPU 今天继续的走低 这个可能会回到15块 我这两个还是守着呢 就跟大家汇报一下 杰森老师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没有了 然后大家就关注我们的VIP 然后呢 这个有意见的 杰森大哥 有意见的话 直接在VIP里提 没问题 我扛得住 我也会继续努力 好 明天呢 我继续希望在五点钟 就到办公室 八点纽约时间 今天呢是五点睡觉的 因为晒了以后呢 浑身发痛 睡不着 来回转 感觉就像 那就痛啊 放点硫酸可要崩盘了 anyway 明天我非常欣喜的 跟大家说声再见 大家不要忘记 给我打金元宝 最近金元宝的走势 非常的糟糕 希望大家都打金元宝 下次来争钱的话 就投争钱 金元宝我这个人 我也是吸取了那会员朋友的 这个教会 我这个星期 不再喊金元宝 然后大家自己看着办 OK 好的 美女行吗 OK 那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